来 站住 回来 大早上的你不去做饭 鬼鬼祟祟要干什么去 昨晚打篮球的时候 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脾气又这么臭 你自己随便吃点吧 我去找小丸子 她说给我找了个新的工作 拜拜 不可以 你先去把饭做了 再去干自己的事情 这是哪蛮做规矩啊 我又不是你专职厨娘 规矩是用来遵守的 不是用来质疑的 规矩是用来遵守的 不需要你来质疑 秦子姐 听说跟我弟弟谈恋爱了 很荣幸 你好 我是胡秦子 看她从小长到大 第一次听说她谈恋爱了 你可以叫我秦子 我可以叫你 施小念 小念你好 他就这臭脾气 你别理他 这个眼神看了我雨水没什么好事 是好事啊 怎么没好事 你那小女朋友还蛮不错的嘛 那不是我女朋友 她顶多算的挡箭牌 挡箭牌啊 挡箭牌还会说话 还会给你做饭的呀 你就别逗我了 咱们聊聊工作吧 以前呢还知道叫生姐 现在直呼其名不说 连个笑脸都没有 好了 好了 笑得更难看 说正事吧 你这次这么着急 把我叫回来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啊 清子姐 你对N1高层的人际状况 了解多少 这你就问对人了 身为公寓的前行政秘书 若是论起 对N1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说句题外话 现在外界对于N1总裁位置 悬而未决议论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我是想 如果由我来出人N1的总裁 你觉得可行吗 可不可行呢 要从两方面说 首先是外部条件 你现在和陈柏在公司呢 都是副总裁 持股相当 虽然你是公寓的包地 但是陈柏的势力 也不容小觑 你只有在股份上占有绝对优势 同时呢还要赢得高层和股干的支持 才能稳坐总裁的位置 这只是其一 那另一个呢 第二点嘛 就是要看你 到底愿不愿意出任这个总裁 总裁和副总裁 虽然只差一个字 但是总裁的使命会更加艰举 公寓在位期间 是我陪他走过来的 他经历过什么 只有我清楚 所以晓鸥 我劝你 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意志力 我不希望你贸然行事 你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总感觉 我哥想让我接过他的重担 是 对 公寓想要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谁都不知道 但是晓鸥 你总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好了 我现在也不是你的员工了 这次呢只是被你请回来帮忙而已 在国外闷死我了 好山好水好无聊 现在我要出去逛逛 你先不要打扰我 等我痛快水平够了 再来找我 是 手术那天我没去 可是手术前一天我跟你说的 我说我一定会等到手术之后 你看到我 够了 石小姐 进来 叫 龚总 您的行李已经全部帮你放在车上了 知道 来 这看着好好吃啊 人的做得怎么这么好啊 你声音能不能小一点 我吃不定 你不会自己戴耳机啊 这么好吃 你看 你看 这么多 好好吃 我喜欢芒果味的 你选一个 你喜欢哪个味的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迷深 以后我的家里 不允许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食物 好 迷深 你说有谁不爱吃甜品吗 迷深 市售甜品里色素香精 添加剂太多不适合我吃 不过我倒是可以尝一尝 手工的甜品 这个人嘛 闲着也是闲着 整天做蛋炒饭也太没什么挑战了 他 画漫画水平一般 不知道做甜品他行不行 迷深 你跟这个人说 他做总裁很一般 毒舌起来倒是很有天赋 一流的 我这就去买 石小姐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呢 不用了 我倒是真想看看 他有什么能来 能让我吃到好吃的手工甜品 我这就去买 迷深 送我一下 好呀 好呀 迷深 跟我去书房 看一下上院的材料 好 我腿 长 走过去 我腿 长 走过去 我腿 长 走过去 不就是找个超市呢 哪有那么难 自己找自己呢 请回电话给我 这么多电话 我有一些以前的事情想不通 想问你几个问题 我跟他家日聊点等你 喂 我刚才一直在忙 所以没看手机 好 那 到时候见